现在是五月下旬多伦多 这是多伦多市中心的一个小花园 小花园里头看到这个漂亮的小花 这一大丛啊 好几棵 种在一起 大概一米五一米六的样子 这个花中文叫它锦带花 就是开出花来像锦带一样像不像 英文叫做维吉拉 这个品种有可能是Pink Princess 这是一种比较好打理 开花很多很容易开花开花很多的 庭院小花庭院开花灌木 过去的这个冬天是冷冬 是我看到的过去二十年最冷的一个冬天 多伦多 有些树枝有些枝条会被冻死 但整体来看没有明显的伤害 而且对它开花没有任何影响 这个位置呢是在一个小院里的周围有大树 但是就这一片呢有阳光 中午大概三四个小时四五小时的日照 一旦扎根以后也有很好的耐旱性 但是如果你要想提高它的过冬耐寒的能力的话 最好还是在夏天秋天有充足的水分 这样的话健康的植株啊 才能更好的过冬 这个小花也不需要任何几乎没有打理啊 除了浇水以外几乎没有打理 你看它去年的花苞接的种子头都还在这儿 开封花可以不管它 它就是一个绿色的灌木 这是一种粉色粉红色的品种 还有更红的品种 还有叶子是varigated有白边的品种 还有叶子是紫色暗红色的品种 还有能够重复开花 开花第二次的品种 看锦台花有这么多优点啊 缺点并不多并不明显 如果说有缺点那就是审美贫劳啊 那就是这大家都有 而且它的长成熟以后 它枝条比较长 然后下垂弯曲下来 你可以既横剪它来提供更多的位置啊 空间给其他植物生长 也可以不管它 让它长长的枝条下垂 锦台花也容易繁殖 非常容易扦插 它扦插的难易程度啊 和绣球花有一拼类似 如果你真想修剪呢 就是在开花以后 现在是开花大概一两周的花期 花后以后 开花以后 修剪会保证明年开花也很多 如果你要剪晚了的话呢 会影响到来年的开花数量 那么在你修剪的时候 你就可以进行迁插 往往这些品种啊 这大众这些品种都是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 你可以随便的插 说到这又想起它有一个小缺点啊 它容易 它的枝条容易老化 有点类似于 Forthisia 连翘花 所以如果你要是一枝 你家种的话 如果是老枝很多 又不开花 有很多干枯的枝 那就需要横剪 剪到多横呢 你可以剪到一米高 半米高 一尺高 让它从根部重新发新芽 嫩芽 相对较新的芽 一两年两三年的新芽 更容易开花 当然剪的多横呢 也要适当的来 有的时候你剪的太狠了 而且剪的时候 最好是秋天落叶以后再剪 你看这一枝下面 你要剪到地面的话 它可能够呛 但是如果是秋天剪 要是我的话 我就是秋天剪 等它睡眠的时候 不知不觉 剪了以后 那么来年 它就会从根部长新芝 如果你要是夏天剪的话 就危险 刚才说危险 是因为横剪 如果你要是轻轻的剪 就是把它 这个修一下形状 剪的话 不会有任何问题 你要是横剪的话 时间还是比较重要 好 再来总结一下 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达理的 开花灌木 耐寒又耐旱 那么在最热的时候 需要给它浇水 容易牵插 每年开花以后 就可以进行修剪 牵插 说它容易达理呢 它是不需要施任何肥 普通的土就可以 好啦 简代花就说这么多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